嗨 早安 我是美樂 我是阿丹 我們這次又要帶腳踏車衣 很不一樣的是我們這次帶的是小殼 然後你看我們只要用行李箱裝好了 雖然這行李箱也是大大的 然後我們這次是要去澳洲 我們是搭菲律賓航空 先到馬尼納轉機 再飛到雪梨 那我們這次呢會玩澳洲 從雪梨進去 在雪梨待個幾天之後 然後會再飛到紐西蘭的南島 然後呢再飛到墨爾本 到墨爾本之後呢 我們還會去一個全澳洲最難的一個小島 一個愛心形狀的小島 對 走吧 嗯 今天算是我的一個離職旅行 你記得我那時候在剛找工作前 我就在想說我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那時候就被拒絕了 所以我現在意圓我的澳洲打工度假的夢 那我們這次搭這個菲律賓航空 我覺得算是我們找到相較便宜的航空 飛澳洲 因為我看連航要飛澳洲的話 我們這段期間就大概都要一萬八 一萬九左右 那不含行李 那我們這次買完大概是兩萬一左右 這樣子 然後它就有30公斤的行李 然後有含餐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我們有一趟的中間轉期會比較久一點 時間上我也覺得不錯 回程的時間會比較差一點 我們這次帶的行李一個165公分 一個170公分 結果我們剛確定的時候 第一聽人員跟我們說 我們在瑪麗拉要多等好幾個小時 才會飛到雪梨 所以我們有好多個小時會在瑪麗拉的機場 我們原本是10點的飛機 飛到雪梨 那已經要轉機等一陣子了 那我們後來被改到4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瑪麗拉機場有什麼吃的 然後有逛的 然後還有什麼可以睡覺的地方 剛好來開箱一下 那我們剛剛在整齡的桌台呢 他就給我們三餐 三餐的Coupon券 然後每一餐呢有240塊的Pizza 所以我們這個券可以吃這個Subway跟這個 對 這裡有寫 我們的Coupon可以買芒果乾嗎 不行 我們先去找可以睡覺的地方好不好 怎麼辦 我們現在12點多 我們要待到明天早上4點 在這裡繞得上嗎 我們應該找可以坐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像是這樣可以睡覺的地方 然後 等下找在哪裡可以刷牙 我剛才去問一下這個Lounge呢 它是25美金 3小時 那裡面呢有吃的 然後有可以洗澡的地方 好像可以來啊 不然影像洗澡的話我覺得可以來 在這裡繞得上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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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結果妳有睡嗎 睡不著 我們本來預計的從昨天的8點睡 睡到今天的4點 就根本就沒辦法睡 明地的地方 我們找到了一個可以躺的地方 實在是太長了 所以就沒有睡好 然後後來就找到了一個 另外一個空間 就比較安靜 你知道睡在地上我們睡不著嗎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會搭5點30的飛機 下午的10點40到 超久的 不過加上時差 應該是可以發個小時 耶 終於 好久的 我們真的是終於耶 超久耶 從昨天6點出門 然後搭9點半的飛機 到今天 6點才到 24小時了嘛 明明就沒有那麼遠 只是我們在馬里拉轉機的時候 實在是等太久了 而且還延遲了 我們這次飛行 我覺得菲律賓航空的硬體就是 沒有電視 就算長土也是沒有電視 然後吃的也是還好 它飛行技術算是蠻好的 對 不得我按讚一下 對 就連飛菲律賓航段的小飛機 我覺得它起降也都是順的 對 而且我們這幾天這幾天也算是不好的 也是陰陰的這樣子 嗯 然後我們這次帶了兩台小子 在我們的行李箱裡面 我們飛是長土的 所以它是算重量的 所以我們這兩隻行李都順利倒在雪裡了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找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往市區的交通 超方便 用Apple Pay就可以了 這裡的不要事都很清楚 也不會找不到 我們現在搭了這個機場車 然後到了雪裡的Central 我們搭過來了很快耶 20分鐘 超快的 這個車子裝成的超快的 然後就整個就很像很新的衣服一樣 現在在這個Central 3 那我們也住在這邊 很多人說來這邊呢 就是住在這一區會很便宜 因為視訊就在這邊 然後不知道剛剛看到旁邊那個鐘 應該就是一個Kings Cross 都用英國一樣的名字 Kings Cross Head Park 到了我們在雪裡要住的地方了 就是這一個 我們從車站那邊轉換大概十分鐘吧 但是因為我們拖了行李 所以比較久一點 然後還有上坡 然後我們這一區呢 蠻多東西吃的耶 這個Mango Coco排好多耶 然後那對面也有Seven 這一間呢 應該算是這一區最便宜的背包客站 不過我找的都是雙人一間的 我們現在check in好了 終於找到我們的房間了 這裡的真的是超多房間 對超大的 它這邊是用顏色在分房間 二樓呢是Red跟Blue 然後三樓呢是Green跟Yellow 這邊是沒有電梯的喔 所以我們拿這個的話 就要這樣子拌上來 然後裡面的空間超級大 很多人住耶 在工作區就有很多人在那邊 像是煮東西啊 在那邊聊天啊 對 它這邊公用區的東西蠻多的 對 像什麼撞球啊 然後廚房啊 等一下七點呢 有免費的Hard Dog 跟喝的東西 在趕快廚房那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這次住的 一個晚上兩千塊的 這個上下戶 然後就這樣削一削 電風扇應該是壞掉的 看一下我的行李 好我們現在來簡單來看一下 我們這次呢 怎麼樣打包這些行李 電氣包 衣服 化妝包 小澤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次帶小澤啊 用這種加起來 長寬高加起來165公分 這種箱子 還不錯 就是而且它有四個輪子 然後推起來也算不錯好推 然後它可以把整個小澤放進去 那航空公司 對這個行李大小 也沒有太硬性的規定這樣子 然後就把這些這樣拆下來 我們還帶這種益生菌啊 眼睛眼睛啊 那我還帶了一塊爸爸做的麵包 很香 現在7點 我們來他們這個餐廳這邊 它是用免費的熱狗 大家都在那邊排隊 那我們要拿牌子 對喔 去看一下喔 剛才一到的時候 剛才一到的時候 就是你邊上到這個餐廳 然後你就看到他們在準備熱狗 你就可以種這麼多熱狗 應該是那個服藥 它這個也很熱 因為它裡面很好吃 這是熱狗 沒有奇怪味道的那種熱狗 沒有奇怪味道的那種熱狗 在英國很常吃到那種奇怪味道的熱狗 好 他們這個青年旅館啊 超級多人 所以他們的冰箱也超多 然後也超多人在用的 我們看一下 有三四間的Bridge room 這裡 整個滿滿的 這一間也是 滿滿的 然後要用這個可以拉鍊 拉起來跟帶子裝 然後要寫自己的名字 跟check call的時間 然後每個week會有打掃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我們浴室 這裡就是有幾間測試 前面這裡就是浴室這樣 都是算乾淨的 然後在2house tour啊 就是要自己準備沐浴用品啊 像洗髮精啊 润髮露啊 然後它是有提供我們浴鏡的 像我洗澡啊 就是像去露營一樣 就是準備一個袋子 把洗澡的東西 把洗澡用品都帶過來這樣 就要按我們再用這個廚房這邊弄 今天睡得有點晚 對 所以我們決定我們在這邊先弄你吃的 對 它這邊的配備還滿齊全的齁 對 而且很多人在這邊住 而且大家這邊還有自己供應那個果醬 還可以看一下別人東西是什麼 欸他們都買回去 對 咖啡粉也有 第一天住在雪梨的背包客棧 感覺怎麼樣 還滿好適合 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地板 跟那個門睡的機場椅子 還有飛機上 對 就覺得很好睡 沒有啊 但我覺得它的床子真的還不錯 而且其實他們晚上很安靜 都不會吵 就像在這邊很多人都不會吵 噢 也沒有那個市區的車子的聲音 對不對 這個背包客袋 其實滿像是在露營 因為這是公用的衛魚 那廚房就不用準備了 我們就是要自己的美食物那樣 然後我覺得廁所也是很多間滿好洗的 而且我覺得外國人很喜歡洗澡 所以我幾乎都沒有遇到有人在洗澡 我昨天去這個超時 因為我看到這裡的人都是用這個的袋子 然後我就看 欸這個超時欸 那些超時的東西 因為它這邊有規定 放在冰箱的東西要有拉鍊拿起來 然後每個都是用這個袋子 因為它這個袋子就是方形 所以大家是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這個袋子 噢 噢 我看你這次旅行之後 就會很會摺這個小摺 對啊 小誠都說 你的應該就是我在折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去結識NMIA 他有幫我們改之後這個塔房就超方便的 因為我們知道飛機要拆動作塔房 所以 不用改這種 就不用用路去那邊拆 喔好方便喔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剛吃完早餐 本來要去吃早午餐了 所以我們早午餐就改別天吃 那我們現在先去 雪梨的地標就是歌劇院啦 然後還有市區繞一繞這樣 好 走吧 哇 那我們現在騎到這個港灣這裡 它這裡有很多草皮啊 很多人就會在這裡飲餐啊 吃東西什麼的 然後後面就是雪梨哥劇院啦 那雪梨哥劇院它的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因為它的造型像帆船一樣 然後它是最年輕的世界遺產 雪梨哥劇院呢 它是在1973年開幕的喔 然後它在1973年開幕蓋完 就已經被列為世界遺產了 這邊呢就是一個港灣 然後很多人會在這邊搭船 然後那邊呢就是雪梨大橋 這整個有點像是在新加坡那個 Marina Basin那一區 就是一個Marina Basin 然後周圍就很多金融大樓的那種感覺 也滿像紐約 South Street以後那裡 這一個雪梨又像紐約 又像新加坡又像英國 現在在我們後面的這個呢 就是雪梨的港灣大橋 這個雪梨港灣大橋呢 它就是橫跨雪梨港的鐵橋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鋼鐵拱橋 這邊最著名的地標就是港灣大橋 跟雪梨哥劇院 你再仔細看喔 你要去遊樂園這邊就看得到了 喔 然後在這個港灣這裡啊 好多海鷗喔 欸小心那個海鷗的大面掉下來 然後還有一些街頭藝人會在這裡表演 那這個橋呢 它除了連接兩邊之外呢 它還有可以攀登上橋的行程 可以報名這個團 然後可以爬到那個雪梨大橋上 我相信下面有一群 然後左邊那裡也有一群 然後有幾個可能比較愛拍照 分散在一群的旁邊 那看 那我們現在騎到這個 Harris Cafe這裡 澳洲當地的小吃 這樣的一個肉排 那個地方 這間Harris Cafe呢 在選有很多間分店 那這間呢是總店 它距離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就是時間允許的話 可以在這邊吃 它這個就是在一個海軍港 旁邊的一個特色的餐車 喔 對 對 大家都點那個 那個就是肉排 加上一層綠豆泥 第二層的馬鈴薯泥 這樣子 它這邊呢就是有這種 不同口味的肉排 喔有七肉的 牛肉的 然後還有賣薯 然後薯條 還有這種肉醬 然後熱狗 喔有Sousage Roll 這也是在澳洲這邊有名的 像是我們去中國啦 然後解釋就是說 這種的牌就是 以前工人在吃的 對不對 對 它這裡還有素食的耶 Harris Latte Dee De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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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 我們點了這個 Tiger Pie 它這裡就是馬鈴薯 然後上面就是豆 下面就是排 然後還有加上它這個醬 好來吃吃看 它是我的醬 應該是 剛剛只能在醬而已 就有一隻鳥的大便掉下來 哇怎麼今天呢 Oh my god 我就說 那你再先拿一個叉子啊 不是了不是了 它那個掉下來就是傻子 然後 故意 剛才在講 坐在那個位置 感覺就是鳥 會突然大便下來 結果 你看這裡 超多隻鳥在這裡 還好你有發現 它就這樣掉下來 就啪 一聲啊 還好我有發現 不然我就 放在嘴巴裡面 然後填那個湯匙 你看那個也很像 就那個醬的顏色 跟那個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先離奇到海的公園 Hike Park這裡 然後這裡呢 就是在澳洲最古老的公園 它也是在雪梨市中心裡面的 一個很大的一個公園 所以大家都會在這邊演叉子 然後在海德公園那邊 它就有一個聖民教堂 對 那個 就是各種是建築的教堂 那邊也是很大 各種會在那邊拍照 然後婚紗也會在那邊拍 因為它這個公園 佔地面積很大 所以它在這個周邊啊 有一些像是 博物館啊 教堂啊 這種的景點 可以去看 那我們現在來到海的公園 旁邊的這一間 Flexstar Pastry 這一間麵包店 然後我朋友也有跟我推薦 這一間的西瓜蛋糕 對 大家呢 來這邊就是吃西瓜蛋糕的 必吃 然後它就是在一個 大樓裡面的一個餐廳 很長 還是本來就是這樣 我本來就是這樣吧 待會兒它就開著公園 就是這樣 放進去 這樣它才可以讓你 這樣直直的放到袋子 不然就是這個 換的 喔 喔 前面這裡是西瓜 天啊 這是水果的味道 喔 這樣它西瓜就是 有一種 你覺得 會吃到海鮮 但到水果是西瓜 然後就有一種 驚訝的感覺 哇 是西瓜耶 口感蠻特別的 而且它這間店的外觀 裝潢也很特別 它就是很像攤位 這樣而已 它那邊的裝潢就是 包裝是打開的感覺 涼涼的很西瓜的感覺 它不只這邊西瓜 有西瓜味道 它臉上都有一些西瓜的香味 上面還有草莓香味 小白蝶 照片 人們想着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